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永远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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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无法 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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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我 再继续相守 不要继续我的家庭 使用你 使用你 只能战胜荒 我们坚信我 毫无勾 我们坚信我 毫无用 我们坚信我 毫无用 我们坚心你 毫无用 愿主与所与为你们的同在 公读圣玛窦福音 那时候耶稣来到了腓里伯的凯撒勒亚境内 就问门徒们说 你们说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习者若汉 有人说是厄利亚 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是先知当中的一位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呢 西满伯多回答说 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回答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给你的 而是我在天上的父 我也跟你说 你是伯夺 在这个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 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上主的圣言 祈祝我的圣言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今天只有台湾的教会 只有台湾的教会 把这个6月29的 圣伯多禄 圣保禄的庆节 挪到了主日 全世界今天做弥撒 都是长年期的13周主日 那我想台湾的主教团做这个决定的善意 是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尤其在台湾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的基督徒 多多地了解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角色 教会在这个世界上 它的意义 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庆祝伯多禄跟宝禄 伯多禄我们说建立教会 宝禄把福音传向全世界 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典范 讲到那个建立教会 我想到所有的本堂学校医院 多少的教友们跟神父们一起努力开的木道班 让更多人领袭入教 我也想到了我们连长 我稍微三十年前的时候 很多从大陆过来的连长的神父 他们在台湾努力了一辈子 就回到大陆拼命盖教堂 今天早上我还听一个老神父告诉我 九十多岁的老神父 他回去盖了四个教堂 那你听到各个以前 那个时候大陆的神父们来这里 然后耕耘了一辈子 把整个的积蓄就回去盖了一堆的教堂 那个也是一种形式的拓展教会 那今天讲这个教会的真正的意义 天主教会的真正的意义 跟基督教不同的 那我们小时候的经验是 我在台南长大 我还记得那个罗光主教 从罗马回来 他晋升主教的那个典礼 如同这几年 我们好几个主教的晋升的典礼 有的教友喜欢 有的教友觉得太 上次他们一个主教典礼 起码三个小时 那有的教友觉得 这是天主教特色 好浓重 好尊严 好伟大那种感觉 天主都在 像今天神父穿红色的基衣 这是做王的 国王的基衣 就强调那个权威性 强调罗马教宗的首席权 这种感觉 那时候罗光升主教的时候 我还记得 那个小孩子 小辅寄班的小朋友 男生女生 帮他牵那个披肩 那个主教下面 做圣体降伏这大披肩 长长的 从成功大学礼堂慢慢走进去 所以你看 教会的奥秘 在罗马有教宗 有他旁边的书记主教 全世界的 有全世界的主教会议 十四亿的人口的信仰 在地方有台湾的主教团 有地区的主教 号称都是代表中途嘛 教宗代表耶稣 中途们代表其他的中途 这个教会组织多伟大 那小的时候对那个主教 简直是主教能够到本堂来行一些礼仪 就是主教好大好大 那种首席权 就过去的天主教很强调 那个教宗的首席权 他是罗马的教宗 可是实际上他是领导全世界的教会 停在那个威权 国王 你们记得这个国王多厉害 在中古世纪五百年前 发动十字军战争 好多电影描写这些 发动战争呢 跟国家一样 搞了战争十次 我今天读这个国多路保路的时候 我说天主你要我讲什么 还讲这些吗 好像世界真的变了嘛 所以在一九六二年的时候 梵蒂港接了一些大公会议 今天要谢谢合唱团 刚才进来的时候 上主的庭院 教会是上主的庭院 基督做基石 这就很吸引人了 不是教宗 不是哪些人都伟大 甚至是威权的 我们人性很喜欢控制别人 人性基本上在家里面 在工作场合里面 都喜欢当老板 可是我们宗教信仰 给我们讲的刚好相反 我们能够谦卑的 牺牲自己的为别人服务 服务为爱服务 牺牲奉献 你看这个价值观是很不一样 所以我在求天主 帮我怎么讲 一九六二年的时候 梵蒂港接了一些大公会议 那些文字描写 上主的庭院 我们都是天主特选的民族 灵洗成为基督徒的人 你要意识到 你是天主的子民 基督的奥体 圣神的宫殿 基督的奥体 表示我们离开耶稣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彼此是血脉相通 基督徒兄弟姐妹的团体 血脉相通 这种感觉 不是陌生人 不是你可以欺骗的人 你可以利用的人 是兄弟姐妹 血脉相通 基督是我们的头 这是葡萄 葡萄汁跟葡萄树的比喻 我们是活在基督的奥体内 圣神的宫殿 引导我们总是在光明跟希望当中 悔改改变自我 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这个是教会的含义了 1962的是梵蒂港大公会议 后来是1965的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 这些我们平常很少接触 除非你了解那个教会的殉道 那我们小的时候觉得那个教会的殉道教绝对不可错误 在某些事上 可是你想想今天的社会 今天报纸最大的消息是美国的堕胎的宪法的纠正 堕胎 同性恋 战争 各种灾难 这个情况之下 教会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吗 所以我说 在1965年的时候 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他写了一个通语 名字叫做 愿他们合而为一 他们都意识到了 时代变了 他真的不是国王了 他代表耶稣代表的是受苦受难的耶稣 所以他叫教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教宗的首席权怎么样去运作 1998年 就是过了三年多 他又发表一个叫做 教宗首席权运作的特别文件 特殊文件 所以你看那个教会思想的转变 我希望这些东西让你感动 让你意识到你是谁 你是基督徒 我们是兄弟姐妹 我们在圣神内 都有天主的光照跟改变 改变我自我 然后改变周围的人 那今天的教宗方基各 假设你稍微熟悉教会职务的事务的人 方基各在号召全世界的 从本堂从个别的教育开始 告诉罗马的教会 我们要怎么传福音 所以传福音的那个本质又跑出来了 我们最近 我昨天还听到我们神学院的那个院长 学校校长 居然毕业点以后 他说要给主教写报告 为的是到罗马 所以从主教们的参与 从主教们的主教大会的共荣 然后到今天讲传福音的本质 教会传福音的本质 所以有的时候我碰到有些修女啊 有些教友们啊 那么爱自己的教会 大概因为有这些知识的背景 可是一般人只来圣堂望弥撒 回去就自己管自己了 他没有那个教会的感觉 大概也不会被这些所感动 你看当今的教宗 他刚刚发表一个新的宪章 把教会的组织全部改变 以传播福音为本质 然后请很多的基督徒 专家进入教会部会里面 当部长 以前没有这种想法 以前都是书记主教 现在好多教友进到教会的 很多协会里面 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听到教区里面 关于家庭啊 关于儿童的教育啊 关于刚才那个堕胎婚姻 各式各样的法律嘛 我们好多教友是教会的代表 去罗马开会 这种感觉 所以是共荣 共同的生命 传福音的生命 这种感觉 我讲了这个导言之后 我们来看今天的福音怎么讲 今天的福音是 门徒们被耶稣派 这个号称是马逗福音的 第一大部分的结论 跟在座的基督徒一样 我们都临行那么多年了 今天可以问一问 你临行那么多年了 耶稣为你到底是谁啊 只是每个礼拜给我心安吗 有事情求天主就好了 拜托天主就好 只是这样子吗 所以今天耶稣问人子是谁 那伯多路讲出来 我们心里面最深的信仰 叫明认天主 耶稣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之子 这个也是一个叫做信仰的宣告 各位基督徒 你来望弥撒 在圣体生死当中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跟耶稣基督说 你是我生命的救助 你是世界人类的救助 你是永生天主之子 因为这样子后 那个他得到祝福了 耶稣说 在你的这个磐石上面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教会是建立在 耶稣基督是天主 是永生天主之子的 这个信仰的基础上 那我觉得今天准备 这两个道理的时候 这个道理的时候 看到伯多路跟宝路 你们知道伯多路 也是否定过他的老师吗 也是那个理直气壮的 跟老师说 你在河那边 我就走过去 走了一半就没信心 摔下来 然后也是跟耶稣说 你到哪去 我都跟到你走 结果最后 否定那个耶稣会受苦受难 这都人性的反应吗 可是最后 在若望福音那边是 耶稣三次问他 你爱不爱我 他说老师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 所以人的软弱都在 人的不完美都在 可是天主的能力在 所以保路中途是被斩首 今天读经案描他 那个英雄的豪气 信仰的奉献自我的英雄豪气 没有达到 可是永远往前看 继续走 柏多路这边 他们有个概念 叫做被耶稣称为 你们是我的朋友 在你的默想跟祈祷当中 有没有听过耶稣跟你说 我从今以后称你为朋友了 因为我的天主的奥秘 我们天主叫做宗教信仰的奥秘 你都知道了 没有什么奇妙的事情 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我就去听到那个影修院的 那个保拉木木 他的那个录影带 真理电台访问他 他说我一辈子修道 就在那个花园里面 我们住的圣堂里面 住的自己斗司里面 学攻击自我 打仗一样 攻击自我 攻击自我发现 我们是真正的姐妹 住在一起 人的那个自私啊 骄傲啊 贪婪啊 这些东西让我们 没有办法发挥 那个天主子女的生活 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能不能真正的过一个 天主子女的 那个信仰的生活 是靠天主的 这边讲的这一句话 耶稣赞美他时候 讲了一句话说 你认出我是墨西亚 天主之子 这个不是靠人的理性 靠人的智慧 我们每个人当老板的时候 或者是指挥别人 控制别人的时候 我的最清楚啊 我的理性的结论最厉害啊 不是 靠的是天主的启示 因为这个不是血肉的人 给你启示的 所以我今天想问啊 除了我们明人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能够称为 跟耶稣称为朋友 因为我们明了信仰的奥秘 我们甚至跟耶稣一样 死在十字架上被斩首 或者在日常生活中间 有很多叫做牺牲奉献 可是你有没有意识到 在你的生命当中 就在你工作当中 家庭生活当中 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 天主的帮忙 你看那个独经医把博多路吓一跳 四班的兵士 守他 锁链绑他 一关一关 他到了第四关 你会不会在你的信仰生活中间 说出这句话 我相信是天使 天主派了天使 带我 如同今天的达昌永说的 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你回到这些宗教信仰经验里面 我自己的感觉 好多次是看到那个教友们跟我说 来到圣家堂 觉得教育圣他好美 很多人经过圣家堂 就有种感觉 在圣母像前面祈祷 他觉得被天主了解 有的人朝圣的经验嘛 所以这边讲说 不是血肉之人启示 帮忙我们每个人 回到自己的宗教信仰 天主是救世主 天主脱离 带我脱离一切困难 痛苦 生命中间有什么 实际的经验了 所以我说 有的人说 奇怪 我到圣家堂 坐在那个地方 读读圣经 我就会哭 因为我觉得 好像天主了解的比我多 我的生命经验 所有的困难 天主都知道 他带我脱离 那些困难跟痛苦 这些经验嘛 我在这边 很久没有讲电影了嘛 最近年轻人 有个很吸引人的电影 叫什么 Top Gun 那很美 那个电影 因为是三十六年才拍第一集 每个人经过三十六年 你有没有成长 或者你倒退了 人格更糟糕 一天到晚骂别人 批评别人 嫌弃别人 抱怨别人 我给你讲个例子 今天早上我们碰到那个九十六岁的老神父 爱到要走 走到餐厅来 一看 他要选择西饭还是面包 他说我今天选择西洋菜 我们旁边人就晓得他今天要烤面包了 他说 三餐吃得好 有地方睡觉 睡得那么好 我好幸福了 好感谢天 九十六岁 那你活在什么状态 你会不会觉得天主 真的是你的救世主 带给你生命的幸福 喜乐了 他不干 里面经过了三十六年了 他没有办法越过他自己生命当中的痛苦 他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心结 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 飞行员嘛 我也是眷村子弟 特别有感受 飞行员双座的飞机 后座摔死了 摔到海里面死掉 他是前面的主要的驾驶员 这个伤痕 内疚 让他一辈子没有办法好好 一方面他在飞行技术 那个电影拍得那么好 我看过那个飞行员写他的感受 说怎么搞得那么专业 上下飞 横的飞 那个技术跟真实的状况一模一样等等 可是我们看到是那个 很美的他怎么越过那些痛苦 原来 他那个同飞机的后面那个人死掉了 儿子今天要读海军官校 要继续飞行 他却把人家那个申请海军官校的书给收掉 所以那个年轻孩子恨死他 他收他过来是说你不要跟你爸爸一样 后来又在飞机上摔死了 而且他说是你妈妈说的 无论如何不要让我这个儿子做飞行员 他都有好的动机 可是还是他把人家的那个 结果那个电影中间描写 他那么信任他 跟他重生那个任务 然后被他救命 然后被他救命 两个人和好 所以我今天说 这段福音让我们了解社会的 教会的核心的一些概念 成为耶稣的朋友 为你所爱的人牺牲奉献 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的救主 同时要把这个经验 叫做传福音传给周围的人 什么经验 我只提一个叫做和好的经验 你跟你自己是不是很快乐的相处 你跟周围的人 尤其你的家人 还是有什么过节 你能不能放下那些过节 承认他是你的兄弟姐妹 和好 那个电影里面最后描写 他跟他真是叫做朋友 生命的伙伴 那真是朋友跟生命的伙伴 然后到最后那种喜乐 所以和好的价值 那基督信仰里面的和平 和好 谦卑 征服八端里面各式各样的价值 我们求天主 让我们想到 不是谁要做老板 这个叫教会 或者谁用自己的思想观念 控制管别人 是如同基督一样 被祝福 被派遣 被特选 然后承受这个教会的使命 释放 就是谁被束缚的 被释放的 学习天主一点点的力量 经验到天主 都在我们身上 给我们改变 给我们在灵修上 更多的进步 等号码 就会来在灵修上 明天主 在灵修上 优优独播剧场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